嗨 我是陈老师 记得订阅、赞和分享这条影片 谢谢你 记得麦肯立他喜欢打机 喜欢玩越野车 喜欢跳散 喜欢看韦特曼的诗 而在2021年的时候 记得麦肯立写了一篇文章 我会将这条link放在描述栏 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开这条link 去看看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叫做 《根本就没有杰德麦肯立》 在很久很久之前 有一个Gulu时代 如果你是一个认真尋求真理的人 你需要一个老师 但不是随便找一个老师 你需要一种特殊的老师 叫做Gulu 传统认为 这个人应该被视为上帝的代表 一个和道路本身没有区别的人 一个你可以倾注奉献的人 一个能够为你做决定的人 比你为自己做决定的人更加好 当你在老师面前迷失自我的时候 理想的情况下 你会融入神性 幸运或者不幸的是 无论任何Gulu 能够达到何种灵性觉悟水平 他们都没有真正地达到神性 至少不会比你的马提尔姨妈更加好 只要他们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他们就仍然是有缺陷 和持续腐败的有限人 倾向于为他们的追随者 复制他们自己的文化情景 将你的权利交给任何其他人 都充满了挑战 我相信你现在知道 我不推荐他 在某些语境和语言之中 Gulu 只是指老师 这个词的基本合议 要成为一个所谓的精神老师 不需要将自己描绘成为一个超人 你可以只是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成为彼此的老师 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大师的时代 已经让为彼自学的时代 所有的Gulu 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中间派也好 都写下他们的教导 又或者将它转路 或者复制 求知者可以通过阅读书籍 从世界上所有的智慧资源之中 吸取智慧 并且将沿途的证修 报道 和研讨班 全部都在一起 开辟自己的道路 这也意味着 寻求者可能会被误导 跟随错误的引导 将自己投入到 无益的实践和人之中 并且在识得其反的智化 和分心之中 被困数十年 虽然Maya 是一个迷宫的创造者 但是很多Gulu 都承担着 令到问题复杂化 和复杂化的责任 为了找到走出迷宫的道路 可能是时候 要去找一个反Guru 一个反Guru 不会要求你 将你的权威交给他们 他们所做的 刚好相反 他们一次又一次提醒你 自己去发现 对你自己 什么是对的 反Guru 永远不会建议 献身于 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事物 他们将注意力 从自己身上 转移到你的身上 反Guru 可能会指向 手势 反思 額头 或者可能 会走得更加远 轻轻地推下来 但是 他们的行为 就像一块镜 你在里面 看到的 只不过 是你自己 你想的反Guru 应该是一个 根本不存在的人 你可以向他们学习 而无必要加入他们的宗教 又或者是接受一些暂时的信仰 你可以利用他们的指导 而不让他们的人类 这个外学的演示所迷惑 在后现代时代 在自我教育的时代 一个虚构的反Guru 可以做到真正的Guru 永远都做不到的事情 杰德麦肯立 是一个虚构的反Guru 他不存在 亦从来都未存在过 说是这样说 或者以下就是我 杰德麦肯立 究竟又是如何看起身 是存在的呢 几年前 我遇到了一个 我们称之为 编辑的人 他想写一系列 关于启蒙运动的书 他有一个好主意 和 很好的营销策略 但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自己并没有觉悟 又或者我所指的真理觉悟 至少在当时没有 如果一个人要写这个主题 那这个绝对是一个相当之严重的不足 我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 真理意识的人 所以 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做他的顾问 我为他书里面的人 命名为 杰德麦肯立 是肯 麦克默迪的变体 这个名字 是七十几年前 我养父母帮我起的 在一系列的采访之中 编辑问了我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 并且根据我的想法 我的性格 和我对各种假想的情况的反应 来塑造了杰德这个角色 真是和我的性格好似的 他会将我放在杰德这个角色上面 问我 如果问了我一个特定的问题 我可能会说些什么 然后就在故事里面发生的想象的对话之中 使用我可能会回答的答案 虽然我不确定他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但我的印象是 那些最初的书 都是由一个可以被称为委员会的人写的 叫的委员会至少应该有两个贡献者 这个委员会后来 也和一系列的代笔作家合作 我不知道后来的作家是否真的有真理意识 又或者只不过是这个主题上很熟练的一个作家 不过在任何的情况下 我只是参考第一个三部曲 我认为他优于之后的说 这样可能并不奇怪 当我在这个项目里面的角色完成的时候 杰德这个角色就已经是他自己了 在某些方面他和我很相似 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就截然不一样 当然他过去和现在都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但是我们所有的人不是都是这样吗 至少我的生活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杰德麦肯立的书是真正的虚构作品 完全虚构 但是同一时间他完全真实 这样听起来是否很矛盾 在第一部三部曲出版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决定和杰德麦肯立的读者交流 并没有真正或者固定的杰德麦肯立 但是有相当数量的读者 通过杰德这个角色接触到我的想法 我当时在想 有可能可以进一步发展我的想法 并且在一个在线的社区之中 可以帮助到更多感兴趣的人 我想为那班学生提供一个论坛 并且在他们实现真理的努力之中 提供一些支持和指导 我在这些论坛上面 使用杰德麦肯立这个名字 作为一种通过这本书 而继续教学的方法 没有人会比我更加一次杰德 事实上 也没有真正的杰德会反对这件事 我应该在这里插一句说话 当我在前两段里使用 我的想法这个短语的时候 我并不是真的想暗示这些想法是我的 在几十年来 我一直都在收集各种各样的想法 在通常的情况下 我都分不清究竟这些 是我自己创造的想法 还是 我只不过是将它 在其他人的那里传递了下来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收集的其他人的这些想法 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这些想法究竟来自哪里 我们只不过在这里传播 结果和扩展 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 就已经存在在这个领域的想法 只得一种意识 而且它并没有版权 在第一个在线论台的结果 有点不太好 我完全意识不到 就算是精神到向的人 在拥有一个自由平台的时候 可能都会倾向于战斗 侮辱 和试图胜过对方 在这种情况 持续太长时间之后 我开始了一个 更加知识度的改进论坛 与此同时 我为更加认真的学生 开发了一套在线课程 也就是导航员系列 这些学生希望深入学习 做一些工作 和我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我说的我当然是只结德麦肯立 就算根本就没有结德麦肯立 只是一个角色扮演 你和我不是也是这样吗? 有一个有趣的转列点 是发生在一个论坛的参与者里面 我们就叫他做Followers 在一次电邮的对话里面 我建议他去我现在居住的柬埔寨 我只不过是跟他说 他可能会喜欢这个国家 因为他说他对他自己 现在所在的地方 实在是相当之无语 那我也只不过是随口跟他说一下 我想澄清一下 我并不是在建议他过来探我 而不幸的地方是 他走了另一条路 结果来到的时候 他非常之失望 很明显 他认为可以找到我 并且跟着我 这样可以减少他的失望情绪 如果你曾经有过自己的Followers 你就会知道他们非常之乐意 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注在他们的爱好上面 所以他想尽办法去监视我 甚至乎当面真问我和我的朋友 不幸的地方是 这些疯狂的Followers 和记者有很多的共通点 所以作为前者的他 很容易就艺术成为后者 他建立了一个很容易找到的网站 记录了他的跟踪活动和网络研究 他的结果是一部事实和虚构的混合作品 在里面也包括一些有趣 而且不相关的花水 而这些花水就来自于我实现真相之前的生活 在某一个时刻 当网上出现谁是真正的杰德默肯立的争议的时候 编辑就觉得有必要将杰德默肯立的书 和杰德默肯立的论坛拉开距离 几年前他就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发表了余下的声明 杰德默肯立不是一个活跃的教师 线上线下都不是 他不参与社交媒体 又或者论坛 他不开始课程或者研讨会 亦都不接受学生的钱 除了这个网站 和我们的国际出版合作伙伴所提供的内容之外 他并没有任何教学或产品 任何声称是杰德 又或者是他的说话的人 都是在弯曲自己 哈哈 这一段真是很值得学习的精彩段落 前三句说话绝对正确 杰德默肯立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所以不能成为一个活跃的教师 和受货 但第四句话就有点牵强了 一个虚构的角色 又怎样有可能去教导 又或者是做些什么产品出来呢 而在最后一句说话里面 我们见到后现代反Guru的真正力量 在杰德的书的那些网页上面 他很清楚地表明 任何声称是杰德 又或者是为他说话的人 都在弯曲自己 所有被认为是杰德默肯立写的书 都在弯曲事实 任何根据杰德默肯立管理的在线论坛 又或者是课程都在误导自己 根本就没有杰德默肯立 真理肯定比虚构更加奇怪了 无论如何 大多数时候被认为是真相的东西 都只不过是一种虚构 如果这件事对你来说还不够奇怪的话 那就将杰德默肯立想象成为一个集体 和大多数作为统一战线的运作集体不同 这个集体有很多不同的细胞组成 它们之间没有沟通 亦没有商定的指导方针 杰德默肯立的项目很明显实在太大了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够 那就解释了 为何杰德默肯立的书 就是杰德默肯立的声音说话 如果你想知道杰德默肯立真正是谁 它就是你和一大班越来越多的认真的探索者的总和 它们准备放弃一切以获得整个宇宙 和你一样 私人的杰德并不存在 从来都没有 过去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佛陀 那你应该把他打倒 但现在佛陀提前被人打倒了 为了杰德 你想怎样查就怎样查 你最终会发现的 都只不过是你自己的神秘 令到所有的争论永远停止 你根本就没有杰德默肯立 从来都没有 没有导师 所以你不需要他 是一件好事 爱你 杰德默肯立 2021年7月9日 肯 默克默迪